因此,我们在妄动当中啊,过日子,我们的烦恼就断不了。 因此,师父一再重复地强调说,你这一辈子,你没有碰到佛法, 你是绝对没有办法断烦恼。 没有一个会告诉你,万法都是空无自信的。 唯有佛了悟了人生跟宇宙的真相。 究竟极免,究竟不可得。 每一个众生都在心中,拼了老命要追求。 所以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很辛苦的。 像西班牙,25%的人失业,这样是恐怖吗? 今天报纸报道很大,说台劳的时代来临了。 台劳,也就是说,在台湾一个月只能赚2万5千块。 台币,平均的2万5千块。 那个一个清华大学的跑到澳大利亚,去杀什么?去杀牛。 那个牛啊,拨下来,头砍下来,拨皮啊。 然后啊,那个内障啊,然后他站在二楼很高。 有的人啊,很惨,去澳大利亚采矿。 采矿,被炸掉。 那个手,炸断了。 都是台大清华大学的。 因为那个澳大利亚,它每一年都无上限。 无上限就是,你来多少人,我都不会拒绝。 你像英国的话,你要去开放,都是18岁到30岁以前。 一年只开放两千个名额。澳大利亚都开放。 所以现在去澳大利亚的一万多人啊。 为什么? 听说呢,有个高协力的明星学校到澳大利亚,干了一年。 因为他们的签证一年。 剩下的第一桶金,人生第一桶金,存百万。 一天做多少?做十六个钟头。 十六个钟头。 在台湾,拼来拼去,一个月只有两万五千。 你看看,澳大利亚,所以无法控制。 因此,台湾最严重的就是人才外流。 人才外流。 所以说,在这个世间,要生存都很困难。 何况说,这个能够活下来,还要在听闻正法。 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难能可贵了。 尤其在座诸位,能够讲,能且近还能眼睛,这么久的时间。 主还还坐在前面。 天天看,天天看。 所以说,诸位的不简单。 你看看我们,要多珍惜这种因缘。 多珍惜这种因缘。 一百二十二页。 主是,相聚无相聚。 陈上所建立的世间,已出世间之不生聚以生聚, 常聚无常聚而产生。 一切种种法相,固有相聚之建立。 答案之,种种法相就是非相,非相就是空相。 以本性空故。 本性空故,所有的本性空,通常在讲空无自信。 诸位,诸法趋向于空无自信,能了悟了诸法,趋向于空无自信, 就通达三藏十二部经典的经药。 一切法趋向于空无自信,就是体悟到万法本空。 没有东西可以严所讨论,那么你通达三藏十二部经典。 所以惊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非相者无相也,如来者一心也。 若见本性从本以来极灭,以如来无恶即是见如来。 事故无主红人大师,以传法于六主大师, 反后吩咐言,不是本性写法无义。 若是自本性,见自本性,即明丈夫天能是佛。 事尊。 不是本性,是什么意思? 这本的后面啊,就是真。 这样这样才看得懂。 不是本真心。 如果不认识本来那一颗真心,就是如如不动的涅槃妙性的心。 学法无义。 因为下所处就是涅槃啊,妙性啊。 那么到哪里都解脱。 若是自涅槃。 清净的本性啊,见自本性啊,即明丈夫天能是佛是尊。 法从心身,还从心灭。 万法从心身。 这什么意思? 万法从动念,承认外境而生。 如果不动念,不承认外境,没有主观的意识心。 那么主客耳观,通通融入一心,那就没有。 法从妄心而生,还从妄心而灭。 之外,有生有灭,通通只望。 只望,事故莫向外求密,但求自心。 这个是修行人抓到的根本。 若见自心,自信,这一切本质具足,清净平淡。 不动,不生不灭,若了失意。 即了,相聚,当体极空,就是无相聚。 像佛所说的言起的假相法, 当体极空,就是无相不可得,物无所得,即入活行处。 即其建立之所以,有相聚在此,特为指身,住意灭。 这是指心,心生。 这个指动念,是心生相,心的住相,心的意相,心的灭相。 主要,为什么每个人都加一个心? 因为身住意灭,不离心。 这本经典是原论大教,专讨论心性啊。 所以,这个身住意灭,你一定要加一个,心生,心住,心意,心灭。 如果更清楚,就是心生下,忘心所生。 忘心,你慢慢地,经过一点时间,住相。 忘心,也有意相。 忘心,也有灭相。 身住意灭,是指忘心。 身住意灭四相。 以上面,也有身相产生。 身相产生,就是指动念的意思。 着的意思。 如果你产生这个,那么年轻人,如果一个开悟的年轻人, 那他就容易说,我今天啊,找了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长得很漂亮。 诸位,那是你的心产生方向,去承认有个女朋友咯。 承认,他是你的未来的另外一半咯。 如果你了解诸法空向的时候, 现在短暂的,你看得到,其实他这个色身啊, 照一下,照见一下,一堆骨头。 再照见一下,剩下一堆骨灰。 现在讲求环保了。 你的女朋友死了,或者你老婆死了的时候, 现在讲求环保了,去种树,去种那一棵树。 你会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吗? 你会说,这是我老婆吗? 所以,像不在外面,心一声放动这个方向, 那么其他的住一面,就会产生。 因此,有一块的结婚,就一定会有破裂跟争吵。 你逃不掉的,逃不掉的。 因此啊,其他三项皆随之而生。 住一项,非住一项。 住就是住项,义就是义项。 生住一面,是项,常而合为生住一面。 生住灭三项,或更简称为生灭项。 所以我们讲生灭项,生灭生灭, 其实是生住一面的简称。 记住哦,这句话可是很重要。 我们讲因果因果,其实是因缘果。 我们常常太简单了。 所以一般的讲,因果因果。 他忘了,中间还有个圆。 所以,中三音一定得到善果。 那中间忽略了圆。 如果你中了善音,你中间那个, 跟一切的恶言,夹在一起。 所以,你虽然也有善这个圆。 比如说,你今天听经文法, 你有这个善音, 可是你教的都是二字箭、邪箭、 坏佛正箭的。 那这个圆,就会把你那个音转掉。 那个果,有善音,不一定有善果。 中间有这个圆。 这个圆叫良师、义友。 你有善根,听到正法。 你必须有粮食,有义友在旁边, 一直让你鼓励,再跟你鼓励。 要不然你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一般讲因果, 是简称。 真正具体要讲因加圆等于果。 我们讲生灭,是方便。 全部应该讲生、主、义、灭。 但是中国人好简啊。 你讲生、主、义、灭。 我那个好像过程太多了。 我干脆讲生灭。 那有时候太简单了, 忘记中间那个过程。 那,所以更简为生灭二项。 以一切发自生灭,极其迅速。 一念有九十撒纳。 一撒纳有九百生灭。 那么简单讲, 就是一念有八一零零零。 八一零零零的生灭。 故非凡夫所能觉知, 已有生相之产生, 故有助义二相。 那生, 于是而有助义具, 之间力, 然之助义, 是非助义。 本性无故, 故随后即有非助义具, 之间力。 撒纳具, 非撒纳具。 撒纳具, 撒纳就是灭的意思。 一切法, 皆撒纳生灭。 言撒纳者, 即言其灭。 之迅速, 以有如上之身, 著一等相, 是故一乎, 而有灭相之产生。 缘, 就是于是乎。 于是乎有撒纳法的建立。 撒纳具, 就是撒纳法。 佛讲的撒纳具, 就是佛讲的撒纳法, 就是撒纳生灭的法, 之建立。 然, 所以撒纳者, 即非撒纳, 是名撒纳, 故有非撒纳具, 之建立。 一百二十四页。 以上, 生, 助, 易灭, 撒纳事相, 皆为世间法, 之初相, 然之初相, 本自无相, 故皆非之。 至性句, 离至性句, 空句, 不空句, 断句, 不断句, 边句, 非边句, 中句, 非中句, 常句, 非常句。 这段可是有一点功夫了。 至性句, 离至性句, 这个离就是无。 一切法, 众生见有自性, 所以有自性句, 因为妄见有自性, 叫做自性, 自性句。 你说石头, 众生认为确实有一个石头啊, 对不对? 你说一座山, 众生确实认为, 外面确实有一座山啊, 你说一棵树, 众生认为, 它确实也有棵树啊, 一只老虎, 还用讲吗? 就确实一只老虎啊, 它会咬人啊, 怎么不是一只老虎呢? 所以众生, 一切法, 众生都见有自性。 叫做自性见, 固有自性句。 佛主讲的这个自性, 是因为一切法, 都有自性。 众生因为妄动。 但是呢, 确实是诸法, 本来就空无自性。 所以就是离, 离自性就是, 也叫做空无自性, 也叫做无自性。 这个离就是无自性。 因此佛之所以建立自性法, 是因为一切众生建万法, 有其自性。 所以佛才讲自性法。 可是呢, 佛要立刻讲空性法。 告诉你, 所有自性都是方便说, 一切法其实是离自性。 一切法其实是空无自性。 因此有自性句, 自性的法建立。 因此有离, 才有离自性的句子, 有离自性一切法的建立。 所以第一句, 是禁凡夫。 第二句, 是禁二圣人还有断灭剑的外道。 空, 空有两种。 二圣人也取空, 着空。 邪剑外道的断灭剑也是空。 只是, 二圣人所取的那个空, 是不究竟。 那外道的其他的空, 那就更糟糕的是斜剑。 二支剑, 就是偏空, 是二圣人所取的。 那么外道是二取空, 就断灭空。 所以这个空, 包括两种。 一个叫做二圣人取的这个空法。 所以第一句, 自性计离自性计, 是浅凡夫。 空计不空计, 是浅二圣和外道。 浅出二圣的之间, 还有外道的之间。 二圣人着空, 他认为啊, 有生死可了, 有泥盘可取。 泥盘就是空性咯。 所以没有到达最后的究竟空极啊。 所以这个空去, 接下来, 不空去, 是指什么? 是指空也不可得。 二圣人着一个空, 其实这个空是着不得的。 这个不空是指不着空, 叫做不空。 并没有一个空性可以指着, 因为本空不能再找一个空。 如果二圣人观空, 那个能观的空, 又谁来空它呢? 能观空的那个心, 又谁来空掉它呢? 就请二圣人啊, 找一个空间啊, 不究竟。 那么外道啊, 一种是很可怕的, 叫做断灭空。 不了诸法空无自信。 二圣人不了诸法空无自信, 外道也不了解诸法空无自信。 所以啊, 二圣人找一个啊, 这个, 二圣人所执着的一个空性。 但是, 外道找一个断灭空。 所以, 空, 佛所说的空法, 将建立二圣人找, 外道也找, 所以佛在讲一个不可找一个空间, 空性都不能找, 所以因此才有空法的建立, 不空法的建立。 接下来, 接下来, 叫做断句。 不断句。 哎, 那么上面一个, 是不知自信本空, 本自清静, 不可找一个空之。 那几下呢, 使邪恶的恶, 就是, 恶见的众生呢, 直空为断。 那就是不无因果, 把他空间, 认为是涅槃。 哎, 所以就是断, 就是恶见的众生, 直空为断。 断, 断就是断建了。 所以有断建的建立, 这个法。 而世尊呢, 为了遣除外道, 所以啊, 这个断建本空, 其所执着的断, 其实是非断。 因为一切法必须借重阴延生啊。 你讲断, 阴延生还是存在啊。 所以啊, 外道, 执着这个断灭恶见, 是不对的。 所以这句啊, 断句, 不断句, 就是断法, 不断法。 我所说的, 断句, 不断句, 恶见的众生, 直空为断, 为涅槃。 所以佛为了抢出外道的断灭, 才又讲了一个不断句。 为什么不断呢? 因为他所执着的这个断, 其实是非断。 因为一切法, 它是延伸故, 所以没有能断, 也没有所断。 意思就是一切法, 会借助因缘再七夕升起, 根本没有能断所断, 于是, 所以能断跟所断都不可得。 于是有不断句之简律。 为什么不断呢? 其实, 延伸它是联系性的。 没有外道所造的一个断句, 因果是存在的。 接下来, 边句。 这个边, 就是指断见, 就是边见。 这个边就不是中道, 遣出于边见。 这个边见, 不是落入断见, 或者落入常见, 这两边。 落入两边, 叫做边句, 叫做直断, 或者直常见, 叫做边句。 那么边句呢, 边见呢, 就是因为众生, 外道, 思想早已断, 或者早已常。 因此, 佛立一个边见这个法。 可是边见, 以中道, 它是对立的。 所以啊, 一抓起的一抓起, 就是空无自信。 所以这个边见, 实在不是真正的边见, 因为这个边, 是因中道, 称托出来, 有一个边见。 如果没有边见, 就不能讲有中道。 如果没有一个中道, 也不能称托出边见。 所以边见是由中道见, 所称托的。 落两边, 叫做边见, 离两边, 叫做中道句。 离两边, 叫做中道句。 所以这个边见, 那么非边见, 就是佛为了遣除外道, 指两边为边, 不是断, 就是长, 两边啊, 不中道。 那么边, 是对中道讲的。 所以这句的意思是说, 断除了, 断见。 断除了长见, 就是中道。 可是, 中道, 跟边见是对立的。 因此断见, 长见, 叫做两边见, 叫做边句。 那么, 佛为了遣除外道的两边的执着, 要去入中道, 所以, 叫做非边句。 这非边句, 是指中道, 叫做非边。 但是, 底下, 中句, 非中句, 这个中就是指中道。 佛讲的中道, 其实, 没有中道可以指中。 离两边, 当下就是中。 这个中, 没有一种拿捏, 只是叫你离。 如果你找一个中道, 这个中道, 也是会让你迷惑的。 没有两边, 中间也不可以离。 因此叫做中道句, 非中道句。 佛说, 讲的中道法, 是叫你不执着中道法, 并没有一个中道可执着。 佛讲的中道, 是叫你离两边, 离两边以后就是中道。 离中道, 也无法可说。 所以佛叫你离两边, 同时要离中道。 接下来, 众生只以为有一个中道, 叫做常, 常就是真常。 认为中道就是常, 就指一个常去。 佛所讲的啊, 注意哦, 最后这个最重要, 非常, 不是指无常哦, 是指, 所执着的真常, 不可得, 亦非使有真常之见。 所以这个常去, 是指执着中道为常, 叫做常去。 可是执着中道为常, 为真常, 其实体不可得, 空无自信。 所以, 非常, 是什么解释? 也实在是, 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常, 可以执着, 叫做非常。 主, 这个没有师父讲啊, 非常, 一下子就认为是无常。 常去, 无常去, 那完了, 那完全错误的, 常去是指执着中道为真常。 连这个也要破, 破除之后, 中道为真常, 叫做非常。 这个非常, 绝对不是叫做无常。 好, 我整句啊, 来贯穿一下, 你稍微注意一下, 自信句, 离自信句, 这是浅凡夫, 空句, 不空句, 这是浅恶圣人, 还有断灭见的恶曲空, 断句, 不断句, 这个是二箭直空为断, 以为捏盘。 边句, 就是落入两边, 断长两边。 中道句, 非中道句, 就是着中道且中道。 长句, 非常句, 是指着中道为真常, 这个也要放下来。 整句的意思, 似乎一句, 彻底把它贯穿起来, 看看你能不能理解, 一切众生, 早已万法, 有其自信, 而一切法, 实在是空无自信, 无自信, 所以佛才建立自信句, 这个法, 佛陀才建立离自信句, 的法的建立。 二生能, 还有外道, 二生能取空, 外道, 是二取空, 断灭的空间, 而这个空, 其实是找不得, 空间, 断灭空, 都空无自信。 我们, 外, 二生能和外道, 不知道自信本自清静, 不可找一个空字。 佛才建立一个空, 才建立不空, 是为了破除二生能, 还有外道的断灭空的二支箭。 接下来, 佛陀为什么建立断计, 还不断计呢? 是为了那些二箭的众生之空, 为断, 以为涅槃。 其之断, 潜出外道的直断灭箭, 就是不断。 因此, 为什么呢? 断灭的二箭, 为什么不断呢? 因为万法会一直缘起继续产生, 所以没有能断, 没有所断。 因此, 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都有因果的连锁, 所以就是不断。 这个不断, 简单讲, 就是因果的生气, 绝对是没有能断, 还有所断的。 接下来, 终生落入两边断肠二箭, 所以佛才告诉你, 两边箭是不对的, 非边, 非边之箭力, 就是指让你, 诸法要欺向于中道, 叫做边际, 非边际, 落入两边是不对的, 非边是指中道, 但是你找一个中道句, 佛又告诉你, 连中道句也不可得, 就是中句, 非中句, 没有两边, 哪来的中道句? 没有中道句, 哪来的两边呢? 所以连中道也不可得, 叫做非中, 非中, 就是连中道也是空性的。 众生执着, 中道以为常, 就是常句, 延续下来, 上面的中道, 那延续这一句, 延续这一句, 就是说, 众生执中道以为常句, 那其实也没有正常可得, 意思就是连中道的那个正常, 也要放下, 所以那个非常, 是指没有一个中道, 没有一个所谓正常的东西。 所以佛一直建立, 常句, 还有非常句, 是因为要破除对中道的指朵。 再讲一遍, 自信句, 离自信句, 是为了遣除凡复的知见, 空句, 不空句, 是为了遣除恶圣和外道的知见, 断句, 不断句, 是遣除外道断灭的恶见, 边句, 而非边句, 是遣除以边见为边的执着, 中句, 非中句, 是遣除以中道为执着的这个, 这个谜词, 长句, 非常句, 是指断除执着中道为正常, 认为有一种东西叫做正常, 连这个正常都要放下, 是非常, 没有, 连正常都是空无自信, 非常就是指, 没有一个所谓正常, 可得, 因为他早已中道为正常, 你看这个有难不, 这不说你怎么会有, 这要才开始而已, 永安无行, 百数数, 你就知道这个言顿大教,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注释, 我们来看一下, 自信聚, 离以自信聚, 一切法, 众生尽有自信, 自信, 自信就是着净以为死, 叫做见有自信, 这个自信就是存在, 切切实实有一座山, 切切实实有一个人, 叫做见有自信, 知道吗? 见有自信就是说, 实实在在, 都开始在明明这个人, 你敢不死, 而事实上就是不存在的, 它是延伸的东西, 故有自信聚之建立, 而一切法, 实离自信, 离义就是无, 因此有离义自信聚之建立, 空聚不空聚, 有离自信故空, 实有空聚之建立, 二圣之人去偏空, 邪禁之人应得去断灭空, 戒不了诸法, 空无自信, 该是空, 实其实不空, 明不空义, 这个不空空, 就是不可以找一个空, 那种空是绝对的空, 就是不空, 就是不可找一个空间, 以自信平等, 空也不找, 故有不空聚之建立, 以浅空找, 断计不断计, 上言, 亦有空聚之建立, 二见众生不了, 之之为断, 亦为涅盘, 难有断计之建立, 而其所知之断, 其是非断, 以一切法从延伸故, 唯有能断所断, 于是有不可, 于是有不断计之设立, 一千七断灭二见, 边计非边计, 断计即为边计之一, 故有边计之建立, 然此边计, 是非边计, 一边一中, 是对立的, 属于一他其性的, 若一他其即无自性, 故此边计是非边计, 原, 就是于是乎, 有非边计之设立, 用于浅出于边, 为边之执着, 中计, 非中计, 如来见断, 边非死, 所以是中道实义, 如果你找一个中道, 那完了, 于是有中道计的建立, 然此中道计, 至性也是空, 亦非实有, 仍属于一他其性, 亦边而起, 若无边计, 中计一席, 故此中计, 始也非中, 始有, 始有非中计之建立, 以前中为中之谜, 以前执着中道, 误认为有一种东西叫做中道, 所以这个中很难拿捏, 师父为什么说, 在那个体育馆, 这个彰化体育馆或者台中, 那么大的上万的人, 一直强调说, 这种演讲对, 弘法者来讲是非常严苛的挑战, 为什么? 讲这个法出去, 这个人觉得很浅, 讲这个法出去, 同样一种话, 这个人觉得很深, 你看, 出家再加, 有的出家已经当教授师了, 出家二三十年了, 他还住在底下厅, 有的才刚刚说, 人家飞力法师在体育馆开设, 今天他刚刚来, 你看看, 今天刚刚来, 黑育馆不太疼吗? 对不对? 他怎么听得懂呢? 所以说, 来演讲, 你看有多困难, 所以那个中啊, 没法, 很难拿捏叫做中啊, 你要怎么讲说, 我讲的大家都发喜,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咯, 是不是? 你就只有尽量, 只有尽量啊, 能不能够困难破散, 不好散就是困难, 很困难就是这样, 然后, 常去, 非常去, 以有中去之律, 于是众生知, 之以为常, 以为正常, 把这个中道指为真常, 使之为有常去之见律, 而其所知之常, 亦是非真常。 记得, 只要你知, 就不是真如, 盖若之常为常, 之常也成为不常。 为什么? 有生灭呢? 之为, 真如, 它是不可着的, 它就是真如不可着, 不可说, 以为正相应呢, 你着一个常, 那那就变成无常了, 以若如清见, 所谓诸位, 复法不是拿来解的, 这一句很重要, 是拿来悟的, 注意哦, 三藏十二部经典,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句话, 这个经典不是拿来解的, 是拿来悟的, 提振的, 契入的, 一若清见, 并未非常, 事故见力非常去, 以浅之常, 为常之病啊。 那你就知道啊, 要当一个法师啊, 真的是很辛苦的呀。 明天是八观再见嘛, 明天八观再见嘛, 请大家来永夜参加, 永夜参加。 那么, 下个礼拜一上完课呢, 就这个, 我们要准备去佛山, 佛山完来就准备这个水路, 最主要的就是, 让师父休息一下, 我现在有时候那个, 看那个到四十分钟的, 这个经典的时候, 因为我有近视跟善光啊, 其实本身来讲, 我不需要看书。 那你, 你物明星星的时候, 不需要看书。 但是你要怎么讲, 你能够让法师, 培养法师, 将来成就, 或者是要成就这些在教学习。 问题是, 你要怎么讲, 他才听得懂, 这就是困难的地方。 我看了四十分钟, 这个字, 就这样子, 这个字怎么变成两个字啊? 你就发现说, 还好我年轻的时候啊, 用功。 像今天, 这个六十岁, 你看这个眼睛指的是肉眼, 你看这个耳朵, 你看这是渐渐不灵了。 身体健康的那没问题啊, 你看, 我一辈子这样一直辛苦辛苦, 到今天, 仍然没有办法休息。 所以我必须到明年的年底, 明年的年底啊, 看看能不能把南结经, 搞一个段落, 搞一个段落, 而不是说不讲啊, 就是可以放轻松, 就表示我的心, 卸下这个责任, 我这辈子, 啊, 责任完成了, 就像一个老师啊, 也退休了, 那退休了, 但是我退而不休, 退而不休。 这个徒弟啊, 要当他们这样, 经教要通达, 那他们吃的苦, 没有师父的多。 我们以前是, 一天睡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到现在为止哦, 到现在为止, 师父就能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 所以我这个资料是讲不完的, 天文历历一些, 通通讲不完的, 对不对, 全部这样, 时间索到啊, 时间到这个地方, 要有一个段落啊, 所以我, 不停不停啊, 不停不停啊, 哦, 那么我发现, 眼睛已经老化了, 你发现说, 啊,真的没法做, 这吃老, 真的背没头到, 这年岁真的有一点, 啊, 这个耳朵啊, 也不什么伶俐, 眼睛啊, 还不到说, 耳发长长, 似茫茫, 而齿牙动摇, 还不到这么严重, 但是真的有感受到, 时间的压力了, 今天六十了, 六十了, 那因此, 我现在看书, 变成不能看待, 就不能超过四十分, 看了以后就, 一定要停止, 那又看了就, 你不晓得, 你不晓得, 善光是什么意思吗? 我告诉你, 你拿起一支毛笔, 拿起一支毛笔, 沾了很多水, 毛笔知道吗? 毛笔, 沾了很多水, 化下去, 仙子化下去的时候, 开开, 那就是我的政治, 开开, 你听不懂? 善光就是这样子, 拿一支毛笔, 沾了很多水, 化下去, 那叉开开, 你听不懂? 我现在看这个电影就是这样子, 一拍变两三拍, 一拍变两三拍, 所以啊, 因为借着水路, 所以佛山结束以后, 还是忙你脱险, 给师父休息一下, 五点五十, 我们回向一下啊,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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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下, 描连福星寺, 纳古的一切亡灵, 一起念啊, 上报事从恩, 下祭三土谷, 若有建坟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身极乐国 愿身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明天八观再见 下次上课 9月22 下课 9月22 下课 7月22 下课 请合掌, 纳莫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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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莫本师释迦摩尼佛 纳莫本师释迦摩尼佛 所以翻开一百二十五页 中间经文 原句非原句 音句非音句 烦恼句非烦恼句 爱句非爱句 那么这个句就是法 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个音言法 是让大家明白因果是可怕的 但是也有正面的菩提因果 因此 音句之建立 原句之建立 是因为要前世音言法 所以有音句之建立 原句的建立 所以为了解释言所生之万法 所以建立了音句还有原句 有了音句跟原句 固有一切诸法 但是呢 音句跟原句呢 其性本空都是空无自性 所以原句非原句 所以佛所讲的这个原其法 其实是为了解释因缘果 但是这个原其性本空 趋向于空无自性 不可得又建立一个非原句 来破除对音言法的执着 一般音言法是二生人所修的 接下来是音句 非音句 万法都有音 加万法都有一个原 著原 这产生的果 但是这个在时空的某一个阶段 所发生的音言法 其性本空 因此 我们必须假设一个起点 来作为音 假设这个起点来作为音 这个音本身还是空无自性 我们必须假设某一个动点上 一个原句 一个原法 所以 才能建立音言法 但是这个原 当体即空 也是不可得 那么音加原呢 就等于果 就产生了果 但是这个果仍然是空无自性 但是为了某一个时间跟空间 因言果的正理性 以免了落入断灭 所以 就必须假设某一个时间是音 假设某一个时间是眼 又假设某一个时间是果 为什么是假设呢 因为 所有的因 原果 都空无自性 所以 叫做因如 原如 果如 那是站在旧经义的角度讲的 所以 讲经说法呢 不坏 不可以坏四象 也不可以坏理 无声之理 理就是真如 就是无声 所以 原句 当体即空 就是非言法 佛所说的言其法 这个句把它当作法 佛所说的言其法 其体性本空 就是不可得 叫做非言法 所以 因其的建立 是为了诠释某一个时空交汇点的开始 但是这个某一个时空的交汇点的开始 当体即空 叫做非言法 接下来 烦恼句 非烦恼句 一切烦恼 都是因缘而生 已有因缘 是有烦恼 所以有烦恼句的建立 佛陀为什么要建立说 众生都活在烦恼的世界里面 是因为众生不了 缘其法 自信本空 佛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 所以拼了你死我活 就想要获得到 贪生之的内在 的一种贪求 那么这个 一切烦恼 因缘生 那因缘生 就是前面讲的 缘迹非言迹 因迹非因迹 所以一切烦恼由因缘而生 亦有因缘 失有烦恼 这句很重要 因为众生不了 缘其如幻的道理 这个世间 不是实在化的 不是实在的世界 一言以蔽之 诸法如幻 但是众生不一样 你讲什么 限什么下 他一定是找什么 不会有 提悟到 空无自信 为什么会有烦恼 是因为没有一颗 智慧的心 没有一颗智慧的心 他就不会转换 诸位 有智慧心的人 可以把悲哀 跟悲伤 化作心灵的光芒 但是没有智慧的人 他会把悲哀 跟悲伤 一直在圆点 一直转 一直转 世间人碰到婚姻的瓶颈 他转不出来 看了就烦 看了就烦 他就是死在圆点上 所以 我们想要获得到美丽的世界 必须先拥有一颗美丽的心 如果我们没有一颗美丽的心 我们不可能看到美丽的世界 那么你要得到美丽的心 你一定要先懂得佛法的伟大 佛法的伟大 就是让你先拥有一颗美丽的心 你自然的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是什么 那么众生的妄动 所以看不到美丽的世界 看到的就是烦恼 争执对着干 就是这样的日子 那么一切烦恼由因言而生 已有因言是有烦恼 所以有烦恼具的建立 但是烦恼其性本空 并没有烦恼可得 佛陀又破除了对烦恼 因为烦恼是空无自信 是由不了延其法没有能锁 不了延其化其性本空没有能锁 可是我们的能锁是这么的清楚 因此众生有烦恼 因此佛陀建立了烦恼这个法 来解释一切众生的迷茫跟无名 但是烦恼其性本空 佛陀又建立了非烦恼的法 令众生知苦来断苦 那有了烦恼怎么样 接着就强烈地去做贪爱 就贪爱 这爱就指贪爱 那众生因为烦恼 以异爱 所以这个贪爱为本 那个就是生死的根本 这一条叫做无形的绳子 所有的电视剧都是我爱你啊 你爱我啊 爱恨情丑 差不多就包括一切联系剧啊 电影差不多跑不过这个 当然有一些 体材比较好的啦 鼓励的啦 东东有啊 那么这个贪爱剧就是指贪爱 众生烦恼以欲爱 贪爱为本 因为啊 这个难你啊 感情跟欲望啊 困得实实的 再来 非爱 就是贪爱的当下 其心不可得 贪爱从哪里来的 啊 从心来 这心怎么来的呢 也心本身无相 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贪 莫名其妙的执着 所以 世间活得很痛苦 却很无奈 因为没有碰到佛法 也没办法解脱 简单讲就是 世间呢 没有空性的思想 你想办法 要去解决你人生的迷茫跟痛苦 那是绝对达不到的 没有毕竟空极的思想 是没有办法解脱的 所以贪爱 啊 当其极空 就叫做非爱 以爱啊 它是从心而生 那心又是无相 从本以来啊 本质空极 我们不了解这一点 因此啊 就 有了能所 不断痛苦的日子 整体的贯转起来 佛陀啊 因为要解释阴影法 所以啊 建立了 原句 跟阴句 但是原句其性本空 啊 又建立了非原句 阴句 当体极空 又建立了非阴句 一切的烦恼 由因言所剩 啊 因为有因言 不了因言如患 当体极空的道理 因此啊 有种种的烦恼 所以又建立了烦恼 佛陀建立了烦恼法 烦恼句 啊 但是烦恼不可得 必尽空极 啊 属无名义 无名禁啊 那我们也是 无烦恼 啊 也无所谓烦恼禁 因为烦恼其性本空 啊 非烦恼俱之建立 令一切众生呢 知苦 建立了 智慧而断苦 接下来一切众生都贪爱 难你呢 才设明十岁了 因为众生呢 烦恼越强 就需要安慰 那一安慰 就找到对方 那找到对方 用依靠的方式来过日子 得到了暂时的安慰 却演化了无量无边的 护移症跟痛苦 啊 所以这个众生呢 烦恼以欲爱 贪爱 为本 没有办法从本性开发 这种觉醒 因为贪爱 所以有生死法 因此佛建立了爱俱 但是所有的贪爱 其性本空 不可得 爱从心其心又无相 从本以来 本来就是空极 所以又建立了非爱俱 非爱俱就是非爱法 就是爱不可得的意思 贪爱 其实不可得 没有东西可以让你贪 诸位 如果你用一句 没有 或者是空性的无 那你就可以解决世间 所有的烦恼 比如说有人侮辱你 那就没有这个人 因为四大本空 无因无我 好 你建立一个家庭 很好 敦伦 敬奋 那是站在摄像上来讲的 究竟的本体内来讲 没有这个家庭啊 你只能短暂的享受天伦啊 但是就近一来讲其性本空 无所谓的先生老公跟老婆啊 对不对 在理上来讲一切无声了 一切法无声 本来就无声 所以记得 全世界 你所能依靠的是你自己的清静自信 这句话不但要背起来 而且是一辈子要用得到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靠得住的 只能在元七法里面互相扶持 但是真正你要解脱 连佛都帮不上马 连师父也帮不上马 我只能提供你一些佛法 启示你的内在 全世界只有你能够解脱你自己 你的善知识在你内心深处的波罗智慧 要善意应用你的善知识 如果希望外在的善知识让你解脱 到如年都不可能 十二生相里面没有驴子 叫做如年 驴年都不可能 接下来注释 元祭非元祭 英祭非英祭 这一切诸法因而生 众生不了解 英年法其心本空 故有元祭的建立 英祭的建立 书者 元者为书 英者为清 比如说 英 在旁边写像 例如种子 种子 元 比如说水分 阳光 肥料 这样你就看得懂了 讲到因就表示这个是种子 种子 英就是种子 清因缘 那么元就是书 有的种子呢 你要水分 要阳光 要肥料 元者为福 因者为主要 然是因缘者 是非因缘 以此因缘者自性也空 所以记得 佛在某个时间跟空间 建立的英年法 是一种假设的开始 跟元气的结合 然后产生一个果 都在诠释 英年果 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 因缘果 其实皆如幻 但是在众生来讲 是这么的真实 在众生来讲 是这么的真实 虽然是因缘如幻 好 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我们的身体啊 虚弱了 虚弱了 有的人啊 就买那个补品 一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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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补了什么样 补了很多的肿瘤出来 补了很多的肿瘤 为什么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补的 他就一直补 一直补 因为没有医学的知识 所以认为吃补品就可以解决问题 吃了 一直补 补了很多的肿瘤 包括癌症都补出来了 虽然是其性本空 但是问题 你有癌症 那也就麻烦了 万法多空 没有错啊 那一个没有癌症的人身体健健康 那你一个有癌症的人 那你怎么办 这癌症分两种 一个是DNA 一个是遗传 那遗传就没办法了 不管你怎么治疗 只要是遗传 遗传那个DNA ATGC 那个件啊 找到重新组合的时候 看来本来的免疫系统没有 那没有 他就没办法 所以先天性的癌症的几乎 没有任何能力的 只能脱了 那后天性的癌症 就比较好处理 方法找对了 就有办法处理 现在讲的 一个健康的人 他现在的应言多好 他能够坐在这里听经文法 对不对 能够坐飞机坐游览车 能吃也能睡 这个多好啊 这个阴言法虽然是如幻 不过他这个阴言法好啊 能听经文法 能够做很多的善事啊 但是一个人啊 戴着氧气面罩啊 在急诊室啊 为什么 爬都爬不起来 虽然其性本空啊 可是你看 他病到这种程度 没有错啊 其性本空啊 四大本空无我 可是言其法里面失去作用 因此啊 佛陀告诉我们啊 宁可啊 找有如须弥山 不可找空如戒指席啊 就是这个空很容易 让众生掉进去断灭 认为没有因果 佛陀想讲的空是指空性 因此啊 你宁可找有 我念佛 有没有功德 有功的 念佛有没有福的 有没有极乐世界 有极乐世界 你宁可这样执着 宁可这样子执着 也不能说 什么都空 什么都空 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看看 对众生来讲 你看哪一种是空的 你看哪一种都是真的 对不对 极乐世界也是这样 你去的时候 你那种感受性 是很真实的东西 所以不能断灭 就是说 那个极乐世界是乌托邦啊 只是佛陀啊 说说来骗人家的而已啊 那这样讲的时候 罪过就无量了 所以讲到这个 因与缘的自信本空来讲 但是这个事项就会差很多 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大 所以因与缘 这个在事项上 因此 你一定要重视事项 那个一点一滴的细节 你都要重视 因与缘其自信空 是故 所言的缘迹是非缘迹 所言的因迹是非因迹 于是哪有非缘迹 以非因迹之设 假设 以第一次因缘 为始有法之谜子 这个是二圣人呢 以凡夫所执着的 这个延其法 因缘所生之法 所修的 二圣人修延其法 那么凡夫是早已延其法 这两个都不离开延其法 这两个都不离开延其法